一个是进行 一个是吃惊 吃惊 对 这就会让大家非常的吃惊 也还不专业的 但是呢 你也得了第一名 那第五个 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在学习方面 往往都比较积极 他们愿意 与他人怎么样交流 并且请别人帮助他们改错 进行 对 就是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流 进行交流 意思就相当于进行对话 就这个意思 那接下来的 就是 两个对话 然后同样的也是来 选词天空 那第一个 跟我读 餐厅 餐厅 对 稍微 稍微 对 温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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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温度 温度 对 对 生情 生情 对 大概 大概 对 好 来看第一个 这个A说 今天真冷啊 好像白天最高财 什么 才两度 那B说 刚才电视里说 明天会更冷 什么叫两度呢 是温度 对温度啊 才叫两度 这个比较简单的 那第二个 A说 小云 你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 找到工作了吗 B说 没有 我已经怎么样了 奖学金 打算出国 读硕士 申请 对 申请 首先这个奖学金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 不知道 是因为 因为学习 比较优秀 所以呢 可以向国家 申请 得到的一笔钱 知道这个了吗 是因为 学习优秀 所以呢 就满足了 那些政策 就有一种政策 那么国家就会 给你一笔这个钱 它相当于 就是奖励力的 理解这个意思吗 哦 知道 对 那第三个 A说 这次放假 你打算去三亚 三亚是一个地方 去三亚 多长时间 那B说 怎么怎么样 两个星期吧 估计月底 就能回来 大概 两个星期 对 对 大概两个星期 我们讲大概的时候 把它跟那个 也许 放在了一起 大概的 后面呢 就可以接这些 与数量相关的一些 接着呢 是餐厅与稍微 我们来先看后面的 A说 刚才在 什么 和你说话的 那个女孩是谁 B说 小李啊 新来的同事 新年晚会上 我们俩一起表演的节目 好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 对 这叫 反正后面填的是一个地方 对吧 对 对 那就是餐厅 没错了 你只要知道是地方 那你就能填对了 好 那第五个 A说 下午 教 工作 总结 你写好了 没有 B说 差不多了 有几个地方 我还要 怎么改一下 还有 嗯 嗯 嗯 哎呦 嗯 呃 不 我 这有事 啊 没事 嗯 如果不看这个词的话 那你呢 你觉得这里能填什么吗 能够想出来一个吗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那这个空与这个空有关的 那肯定就是前面说了差不多了啊 有几个地方我还要我还要怎么样的啊 改一下啊 那肯定我这个工作总结已经做的没有什么问题了啊 但还是有几个小的问题 我可能还要一点点时间啊 改一点点内容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可以说啊 我还要时间改一下啊 那这里呢 可以说我还要稍微改一下啊 用稍微来修饰这个改这个字啊 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 嗯 对 对 我不是要改很多地方啊 我只是稍微的改一下 我只改一点啊 这个稍微就是那个一点的意思啊 我只改一点啊 我改的不多 那接着呢 是组合成句啊 就是用这三个句子 然后呢 给它排列顺序 这个来锻炼逻辑能力 那第一个呢 是写的特别详细 而且十分有趣啊 B呢 是这本杂志介绍了中国很多著名的景点 那C呢 是其中介绍黄河的那一篇 把他们按顺序排起来 说ABC的顺序就变了 嗯 BAC 就是啊 就是这本杂志介绍了中国很多著名的景点啊 而且呢 写的特别详细且十分有趣 对吧 嗯 BCE 对啊 对是BCE啊 BCE啊 啊 他先说这本杂志啊 本内容是介绍了许多的景点 然后呢 又点出来 其中呢 介绍黄河的那个部分 啊 那个part啊 十分详细 非常的有趣啊 能够理解这个逻辑顺循吗 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排吗 对对 好 那我们看下一个 A呢 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与人的联系越来越方便 B呢 是上网发电子邮件越来越普遍 C呢 是相反 写信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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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 是BAC BAC那就是上网发电子邮件越来越普遍 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们联系越来越方便 最后才是相反 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 是吗 对 好我们来理一下逻辑 首先随着科技的发展 知道它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 随着 要来记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个部分 讲过的 我来给你复习一下 它就相当于为字 这里随着科技的发展 就是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还是要给你来复习一下这个随着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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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